找一下,因為我其實雲端上面蠻多東西的,有空我就把它弄一弄,這邊有個補充資料 然後剛剛有同學問到軟體設計以期 因為目前通過人數應該記得大概差不多10個或10幾個 大概開辦10多年來,每年大概只通過1、2個 所以如果你可以考得過的話,因為它沒有題庫,它也沒有範圍 所以去報名的人就是他出什麼題目,你就要做得出來 這應該是神人等級才有辦法通過 他就是出個題目,天馬行空的題目,你沒有範圍怎麼考 然後他選擇語言可以是西加加或者是加,兩種,你可以任挑選 那沒有甲級啦,目前軟體設計,軟體領域還沒有甲級的 沒有甲級,因為最高就乙級了,所以設計類要有乙級通過的話不容易 不過國家考試這部分就是,它的題目其實更換的速度不快 比較有時候還是有點跟不上時代的潮流 但是基本上那個基礎的東西都差不多 所以像我們以這個秉級的部分來看的話 其實有幾題,各位也可以稍微看一下,這就是簡章嘛 然後有一些修訂,一些規定原理原則大家看 那裡面題目的部分,這邊有他們流程看一下 那題目的部分,這邊有幾題,各位可以看 這邊有兩站,你要通過第一站之後 你才可以去參加第二站考試 第一站就是做一個回文判斷 什麼叫回文判斷,比如說你也可以寫一個user輸入一個回文 比如說他什麼叫回文,他如果輸入1234567是回文嗎 不是,那如果12321是不是回文 從左邊念過去跟右邊念過來,結果如果一樣的話 那就是所謂的回文 12321嘛,你從左邊念過去跟右邊念過來都一樣的話 就是true,反之就不是false 所以你也可以寫一個嘛 有些用我們jlcpan input,然後讓user去key key一個結果之後,跳出一個是回文,不是回文 就這樣子嘛,那要怎麼寫呢 你們可以去思考一下 對,你可以看什麼方法 就是讓他轉過來轉過去 然後兩個比對只有equals,相等的話 那表示是true,反之就是false 所以如果你有概念,但是要怎麼寫 就是要動到腦袋 剛剛有同學問說 韓式庫怎麼理解 就像這個部分是一定會用到自串的部分 所以自串裡面有個string 你們書裡面應該都有在 11張裡面就有 11張就有了 11支 11支6支2 就是一個string class 有沒有 其實這裡面就會有一些 這個string類 string類別裡面的使用的重要的方法 那其實說真的 Java裡面的韓式庫太大了 你不可能 即便我們 這個用了很多年 但是也不可能全部都非常了解 所以你要掌握就要掌握最重要的 常用的你一定要懂 但是不常用的 你如果剛好用到 你還是可以藉由他的 方法 比如說我跟各位講一些方法 點下去 他會有些參數 你又給他應該要的參數 那至於傳達一些參數 他會有些說明 底下的說明 你就照說明 這樣來 給他他要的東西的話 基本上 也不會太困難 有沒有 因為他原理原則都一樣 只是 他的 方法 要的參數不同 你要看他 比如說 我剛有舉個例子 像 show match dialogue 他會有三個 一模一樣的方法 那差異是說有傳一個參數的 三個參數的 五個參數的 那如果你傳不一樣的參數 你如果選那個 傳幾個參數 你就去 給他他應該要的參數 那參數 他也會告訴你說 你要傳哪一種 資料形態的參數給他 你不能說今天他要一個字串 結果你給他一個什麼 一個整數之類的 那當然就會 error 對不對 所以這個其實我覺得也不難 去 去理解 而且你也不要說心胸那麼大 什麼都要懂 其實什麼都不可能 什麼都要懂 其實什麼都不會懂 最重要就是掌握那個要訣 比如說他 基本原理原則 我們現在上的這些回圈的部分 你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比 一定要 像這個 回文判斷裡面 其實各位可以想到的 就是 運用什麼 運用 像我們 邏輯判斷 你要比 比對 然後像剛剛講的那個字串的 那方法 比如說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反向 有一點 把它相反過來的 這個 方法 reverse 你可以把它轉向之後再來做 字串的 比對 然後判斷 那另外第2題就是什麼 直角三角形列印 剛剛我們是 我們也是 直角三角形 那其實這一題有點類似 你怎麼樣可以用回圈的方式 把最後的結果 列印出來 另外第3個是 直數計算 那什麼叫直數呢 各位應該也都知道 直數 直數就是 除了自己本身 除了1 和自己本身以外 不能被其他數 整除的 就叫做直數 比如說什麼 3是不是直數 9是不是直數 對 17是不是直數 21是不是直數 對 那類似這樣 就是說 你就是要 也是一樣 當然他考試 的那個 UI跟那個 程式語言 是用VB 用basic語言 可是其實基本上 原理原則 他差不多了 也是要 Input Input 一個東西 那Input 是從 Test file 裡面讀取 反正無所謂 那你也是一樣可以 寫一個 像我們後面一個 Sample 也是一樣 也是 判斷直數 Input Input 一個值 出來告訴我 是不是直數 像這個範例 你有沒有辦法 很短時間寫出來 說不定你們去面試 比試的時候 第一關也許 人家就考你這個題目 也有可能 反正 什麼都有 什麼方式 都是 有可能 另外就是 BMI計算 BMI我想 應該各位都知道 就是 計算 公式非常簡單 就是 身高的平方 公尺 除以什麼 除以體重 好像是這樣 然後出來會有個值 身高 的平方 對 身高的平方 除以體重 會有個值 那就是你BMI值 那BMI值有個range 在某個range 裡面 算是真標準 然後 過輕過重 他會有一個判斷 然後矩陣相加 等等的 這個我想 各位有興趣的話 自己看一下 那 第一站通過 就第二站 反正兩站 那其實說真的 這個考試還真的 雖然他是秉級 可是難度說真的 還是 不太容易啦 因為光第一站 可能就刷掉一半 可能你們比如說 這麼多人就考 第一站 剩下第二站 可能剩一小撮人而已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各位或許 也可以把它當個目標 如果你沒有太多的目標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當成是 一個 學習的方式 那雖然basic語言 慢慢已經 用的人越少了 可是現在我教最多basic語言 反而是在那個vba 也是有vba上面 因為 以色 vba 他現在用的語言 還是 早期的那個vb 他不是單內者 他是vb的語言 他還沒有進化 所以停留在20年前 以色 裡面用的是20年前 的那個語言 剛好那個部分 我最早也是寫那部分 所以我在教這個東西 對我來說是 非常駕心就熟的 隨時都可以 想要寫什麼就可以寫什麼 所以如果你們興趣的話 也可以看到 部落格裡面有很大一部分是 在教你怎麼寫 這個vba 在哪邊 蔡王 在 你就輸入 你就 吳老師 就是會找到 你就輸 其實我發現很多人就是 輸入很多keyword的 像剛剛網頁 軟體設計 我也是出現在 第2個 然後在第 不知道第幾個 反正第1個page都可以看到我的 還有其他類似相關的 關鍵字 其實好像只要我曾經教過的課程 寫過部落格 都會跑到第1頁去 對啊為什麼 其實 簡單講起來啦 你也不要把它想得太 你也不要把它想得太 太複雜 其實 如果一個東西是大家都想看的 然後你剛好看到這個東西又是最準確的 然後你又會經常性的去看那個網頁的話 Google當然自然然就會把它排在 最前面 因為這個 他一定是希望排序是 給 給所有搜尋結果是 最 最 最正確的一定是排在最前面 所以 如果說你可以 弄一個東西是大家都想要的 然後 最精確那當然就會排在前面 所以 這個 也不需要 那另外就是說 可能我有一些行銷的策略啦 因為我在我的連結裡面又有連結 連結裡面又有連結 然後連結裡面 他也許原來只是想要學程式設計 他又有可以學 原來學VB.NET 他後來可能又看到 ASB.NET 他後來又看到 VBA 他後來又看到 Java 又看到 JSP JavaScript 反正只要程式語言 一螺框 我都可以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從一個點 到一個線 到一個面 然後到立體的 3D的 那這樣全部都是 在我的規劃之內 所以就沒有漏網之餘 另外呢 就是大家也會加入我 比如說用 Facebook 用Google Plus 用各種的方式 反正 或者用YouTube 都可以連結到我這邊 自然而然 其實 這就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 串聯 那再加上我可能每次上課 都會 留下各位的email信箱 然後呢 會 mail給各位 大家想要的影片 像剛剛好幾個同學 就來問說 老師的影片 什麼時候可以看到 所以回去就會再轉檔 轉檔之後寄給各位 我本來是想說弄個論壇之類的 就是比較非公開 那也許前幾次會放 我大概會放個前幾次 之後的幾次 就會慢慢放在一個 我們內部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其實都會 很 直接跟我講說 學生ISP大內的 我只有放123好了 或者122次 那就有人在我的Google Plus上 貼文說 老師可不可以開放給一般民眾觀看 當然我 我要怎麼回答呢 我找會費 這個開放與否 其實真的當然 我覺得是有條件性 你不可能說 我全 因為我畢竟 畢竟就是 我覺得還是要有劃分 不然每個人都在網絡上看完之後 就不來上我的課了 那這樣 我當然也會覺得說 大家看完就沒了 我總會希望說 因為我總是 還是會有我的需求 比如我的income也至少 但不是說我今天要很多啦 就是說 類似就是有這種正循環嘛 不然你一個 就是我會創造一個東西 但是我變成 苦哈哈的 但也不太好 但我沒有說我今天 因為要很多 收廣告費 類似啦 反正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其實都是 可以 怎麼去做 那大概諸如此類的 所以之後我也會 傳給 看什麼方式 讓大家可以比較方便 學習 因為真的要用心 你才有辦法做出一些東西 不然都上上課 就沒有了 那你們想要複習 也沒有了 其實會 也沒辦法達到 比較好的 學習的效果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 那這個檔案 我是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其他還有像什麼Java電子書 這個是我 自己歷來有 有找到的 我就把它放在上面 應該還蠻多東西的 各位可以有需要就自己 再把它登錄回去看 比如Eclipse使用手上手冊 這個應該 也很難找到 怎麼使用Eclipse Java Ipress 然後Java跟RFID 等等的 這個我想各位有興趣自己再看一下 還有一些 對考試 國家考試這個也是 就是 SCJP 或者 SCJWCD的一些 電子書跟試題 當然 國際考試 國際的那個 現在已經 不叫 SCJP 叫做 OCJP 因為它賣給 Oracle 那S本來是上 現在改 Oracle 我們 前一班有同學 也是他們糾團 自己去 好像跟巨匠買 那個考試券 不過一張都要 最早都要四四五千塊 跑不掉 當然這也是一個 最起碼的資格 如果你將來要往這個方向走的話 這些都是 應該是必要的 條件 另外那個班 他們也要考 Android的證照 那Android證照的話 我當然也有提供他們一些 一些補充的資料 因為Android的證照 其實各位可以發現 像Android 這關鍵字 像比如說剛剛有 我教過的 Android 像這個 這個關鍵字 是嗎 因為我 證照教學 或者叫做教學 教學好像我在 第一個Page 好像第 應該前五個可以看得到 那如果你查這個 Android證照教學的話 前面的兩個是廣告 然後呢 這個關鍵字 Android證照教學 因為有一張證照 等於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個是我的 第二個是我的 第三個是我的 第四個也是我的 第五個也是我的 這不是我的 這也是我的 這個也是我的 這個也是我的 那你會發現 這個幾乎 前十個Page 大概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我的 然後另外你在YouTube上面找找看 這個幾乎都是我的 全部都我的 所以我說 這個關鍵字已經被我洗版了 所以 如果將來 各位將來要考Android證照的話 就應該知道找誰了 Android現在有證照 有有有 他有一張證照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 我後面可以 補充給 給各位一點點東西 那如果要考 類似像這樣的證照 其實我是覺得 證照沒有絕對的 但是至少在關鍵時候會有一點點效果 OK 大概跟各位說明一下 剛剛補充一下 網路上的雲端 上面有這些東西 那我之後如果陸陸續續有些什麼東西 或者你們其實有需要的話 當然也可以 跟我 跟我詢問或怎麼樣 像有一些同學問的問題其實都還蠻不錯的 有些 可能 因為在座同學的程度 撐吃 差距離還蠻大的 有的同學其實都還沒入門 有的同學已經跑到前面去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只能取一個平衡點 所以如果你覺得我上太快 或者上太慢 有的時候我是抓一個平衡點 我不可能說為了 某部分的同學上課 但是我有一個Tempo 但你們可以 有一些部分其實可以跟我反應沒有關係 等一下的話我們再來看就是另外一個回圈 剛剛有一個叫 File回圈 另外還有一個叫什麼 DoFile回圈 那其實Do 關鍵在Do DoFile意思是說 剛剛的回圈是 先判斷 File什麼情況 再執行事情 那Do 是怎麼樣 先做了 再 再去判斷 所以是DoFile 所以之前有個 以前我有教過 我大概20年以前有教過 那個 小學的安親 安親班 然後那個曾經我就造 那時候教那個 國語造詞 然後 結果後來呢 就出一個題目 就給小學 小朋友 就是造句 就是先什麼 後什麼 結果後 我的意思是這樣 我就對一個小朋友馬上就說 老師我知道先上車後補票 他就說 因為我爸爸就是這樣子 所以才有我 那其實這個就這一次 先 先做什麼 也許說 應該是先補票再上車 壞了 是先補票 先判斷了 OK 再 那他是Do什麼 後來才 才做什麼 Do 就是先做了 再去補票 所以都會有點是先上車後補票 結果後來有個小朋友就接著講說 老師我知道 那個 他就 那個小朋友 修演還不錯 他可能爸爸 爸爸都了蠻多數 他說 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憂而憂 太高了 太承重了 沒有這個就是 這個 對 靜倦 太高了 所以 兩個小朋友坐在一起 完全氣質都不太一樣 一個就是 隨時都在注意有沒有正妹 那一個可能就是 好好念書 另外又有個小朋友就跳出來說 老師我知道 他說 先總統講功 後來死掉了 那一個 沒有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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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等一下我們來講就是 那個 Do while回圈 其實只要做一個修改 剛剛的東西 全部也都是相通的 只是說他強調的是 先做一次 之後再判斷 OK 那這裡的話我想 各位先 看一下那個 雲端椅上面如果需要的東西 可以先下載 那等一下 我們再來看這個 Do while回圈